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所谓的海啸 或者是本来是一个连移 是一个小石头 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呢 这是立法委员高宏安的塔律班事件 余波荡漾 那上个礼拜有一个自称是 旅美学者的教授 叫做翁达瑞 他爆料说高宏安 你的博士论文 你在美国拿这个博士论文 你的博士学位有问题 结果后来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教授所谓的翁达瑞被打脸 高宏安自己的指导教授出来说 高宏安是我的学生没有错 他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的成绩也很不错 可是最新消息是高宏安 其实他也有道歉 他道歉并不是为了跟翁达瑞 有什么样的纠葛的道歉 而是他对于说绿什么绿叉 这个字他觉得 他应该要以正视听 他可能针对这一点 说粗话来道歉 不过我们先回头看看 翁达瑞何许人也 我们昨天已经在问了很多人 到底他是不是真人 还是他是一群人 还是说根本没有这个人 他虚拟的 我们来看看 他今天又发了一篇文 他说他对高宏安这件事情 他不善罢甘休 他还要追到底 那接下来是他跟李洁的事情 李洁 李洁 那李洁会觉得说关闹什么事 李洁当然就是高宏安在美国的这个教授 他是旅美的一个台湾学者 那这笔烂账 现在都还在搅动当中 那我们来看看PTT很多乡民 都在找翁达瑞这个人 邪雄翁达瑞 他们Google出来 或者去蛛丝马基 去抽丝剥茧找出来 应该翁达瑞就是成时分 他是一个台湾籍的学者 现在据说在加拿大当老师 一个商学院当老师 在安大略省 那当然翁达瑞他自己并没有承认 他就是这个人 那也有人说翁达瑞 他不是一个人而已 他是一群人 他是绿营的网军创造出来的假身份 亮哥郭正亮是说 翁达瑞是一群人化名 专门做政治打击 因为我如果说有名有姓 我是高嘉瑜 我是前怡君 我是谢寒冰 我批评谁谁谁 我立刻会被遭到这个挥击 甚至你的这个火力如果不够 你会被打成碎片 那现在是一个虚拟人物 他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对 这个翁达瑞 一直在那边 在一些滋味莫节上面 去那边找一些小毛病 那可是他真正 有没有打到高昂安的核心 其实完全没有 反而是被人家洗脸洗得很彻底 那甚至礼杰的公开信 亲笔信出来之后 他被打到满地找牙 所以他只好很姗姗地说 那这就是我跟李杰 这两个大人这件事 还预言说24小时之内 还会再写一篇 好像要攻击李杰 还怎么样东西我不知道 那他高昂怎么攻击 就是他的事情 反正我个人是认为 洪海有这么多的好的法务 平常也花这么多钱 请是不是应该去查一下 翁达瑞到底是谁 因为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一点就是 不管是高昂安也好 李杰也好 人家都是在民处 有名有姓 那翁达瑞呢 他自己一直自称说 我这个不是假名 这是笔名 所以笔名有什么了不起的 很多知名作家都有笔名 可是我请教一下大家 笔名 比如说司马文武 司马文武是谁 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都看到的是谁 对 九把刀长什么样 在哪里大家也都知道 那请问一下 翁达瑞到底是谁 有人知道吗 到现在有猜测的 比如说彭文正教授 他们就猜测他可能是成死份 那也有人认为说 这可能是一群网军的 共用营销号 就是专门出来散布谣言 专门出来打击一几的 可能是这样 我不知道 可是我讲一个最基本的 光是你用假名 不公开自己的身份 然后虚意的攻击 这种情况下 这种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东西 不入流的做法 因为你不敢光明正大地 跟人家去辩论 所以你讲的一切东西根本 老实讲我从头到尾都懒得看 因为我觉得你讲的东西 根本都不合逻辑 而且说真的 一个见不得人的人 基本上不够资格去跟人家辩论 照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当你把自己搞成一个 见不得人的时候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 在那边振振有词呢 还有什么资格 在那边去跟人家 在那边大呼小叫呢 我根本觉得很好笑 不过现在很多网友在键盘办案 就是Google出来 或者是找出来的一个人 比较像是 这个翁达瑞的真正身份 叫陈石份 这个人长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学者的样子打一个啾啾 他过去曾经在对岸的 濟南大学的EMBA 当过博士生导师 就是他曾经也在对岸当过老师 这个虽然他这么反中 可是他在对岸有做过事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有人在他的脸书底下 就问他说 翁达瑞就是你妈 那贴了一个这个 所谓陈石份的一个活动 他说不告诉你 很幽默 就是很俏皮的回应说 我不告诉你 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看 因为有很多网路上面的生态 如果你去找一些 跟绿营比较相关 互动密切的人 像是无精杂志 还有特别 讲过翁达瑞的真实身份 他说翁达瑞的本名 就叫陈石份 任职于加拿大 西安大略省大学的 议委商学院 他跟彭文正的公开会议中 有提过 所以这也是一个 比较清楚的线索 翁达瑞是笔名 其实就是安大略省的意思 这个安大略省 对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是彭老师 他去年 这是其实他去年五月份 就已经去起底说 这个所谓的陈石份 就是翁达瑞 那到现在已经过了 一年多了 有看过陈石份或翁达瑞去 陈石份当然公开是说 他们翁达瑞都不否 都不承认 但是他们也没有否认 他们其实没有明确的否认 甚至连司法动作 都没有提出来 所以这是去年五月的质疑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学校 刚刚讲到这个济南大学 他在济南大学是一个职称 是一个很特别叫国际大师 他的那个职称非常大 他叫国际大师 注意看这个学校 目前是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共建的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 直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 统战部 你如果今天是绿营的所谓的轻绿学者 可以在中国统战部直属的大学里面任教 事情不单纯 那个节目CG上面列的两种可能性 就我私下了解是 这两种可能性完全 这样叫以上皆是 过去翁达瑞 这两种 对 就是一个叫做 陈时芬就是翁达瑞 另外一个就是 他其实是一群网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陈时芬用翁达瑞的 这个来做他的所谓的笔名 但是当他爆红之后 就我所知 他已经成为特定人士 挹注给他一个团队 用他的名字来发文的 所谓的网军团队 那你要说他轻绿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最重要的线索就是 他怎么可以在中国统战部 这个认定直属的学校任教 如果他是绿营的话 怎么可能 所以他背景到底是红的 还是绿的还不知道 有人说他叫双面网军 好复杂 这个是当然还需要查证 但是我讲真的 就是他过去确实就是 一个人的笔名 他过去也曾经这样 跟朋友的书信往来 其实网友都有起底出来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 也许他不是 所以他才会出来说 翁达瑞说他不是陈时芬 但他从来都在推崇 他的很多文字都在推崇说 陈时芬 这么认真 这么有名 这么有成就的学者 他从来没有否认过 他甚至是非常肯定 陈时芬的学术成就 但如果按照他的 他就爱台湾的逻辑 陈时芬是在对岸 统战部直属的学校 那怎么 这个不是叫中共同路人吗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质疑一下 所以这个世界变得 让我越来越搞不清楚了 难道这就是认知作战吗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虚的还是实的 还是红的还是蓝的还是绿的 真的都搞不清楚了 不过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拿掉 观众朋友我们禁止掉 我们重新再来一次 其实不管是谁 这个中间就是有人在后面唆使 目的是要打击谁 高宏安 高宏安他只是一个新科立委 打击他要有什么用 他背后有人 打击的是他背后的郭台铭 还有柯文哲 大家知道 高宏安是民众党的 这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那当然就是科旗下的民众党 那另外大家知道他楼板是郭台铭 所以是不是有人要借着 翁达瑞也好 或者是陈时芬也罢 不管是谁 要来打击 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 高宏安这个女生 他后面这两个男人 因为这两个人 有没有可能2024核 变成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 那这样还得了 这个要动摇国本的 包括最近郭台铭的声势高涨 你看BNT 他瞧到了 毕竟他也去催货了 说要周周来 可是他形势又非常低调 看起来是在避风头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丽岛电子报 当然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不过我们来参考一下 美丽岛电子报 9月份的国政民调 来讲到 台湾民众政党倾向的追踪分析 他这是长期以来的 长期以来的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进党现在的这个 政党倾向在台湾人的心目中 还是第一名 大概有28.8%的这个认同度 国民党只有民进党的一半 14.1% 异军突起的就是 柯P后面的这个党 叫民众党 你可以看到很快的时间 已经有国民党一半的支持度了 所以这有人就说 背后就在打磕 打锅了 是这样吗 其实之前 Onda Road有一篇文章 就是给郭董上一堂法律课 那时候在网路也是疯传 意思就是说 郭董你要买BNT疫苗 没有那么容易 你不懂法律 你根本不可能买得到等等 那后来也被很多人 就是认为说 你这个文章里面 有很多错误的内容 所以确实现在很多的 側翼的团体 或者是说 现在很多的网路上的这些言论 它只是一个化名 但是它背后真正的目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针对某些特定的 不管是政治人物 或是某些 就是政敌来做一些攻击 那我自己本身也常常被 那些所谓的侧翼来攻击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政治 已经是其中的一环了 过去可能大家是 就是从媒体 或者是从电视报纸 现在是完全是网路作战的时代 那网路作战的时代 当然一方面有人会去散布 这样子的言论 可另外一方面也有 这个另一面的网友 可能他们是这个 所谓网路义勇军 或是其他的 他们可能也会自发性的 去找出这些文章里面的问题 或者是说 他也会帮忙去帮 不管是高鸿安 或是郭台铭 或是柯文哲 帮忙去辩护的也是有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网路的攻凡战 就会变成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它某种程度 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支持者 去不断地让他们说 你看他们就是这么糟 事实就是怎么样 然后不断地传播 然后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网友 又会想办法说 你这个言论其实是错误的 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 当你的既定印象 已经形成的时候 往往就会形成一个 就是大家对你的一个看法 比如说认为说 高鸿安你就是唱了一个歌 然后去等等等 然后大家都对你 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就会有一些 影像就形成了 留一下负面的印象 所以这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其实对 内容可能大家不去在乎说 你倒是高鸿安出来道歉或是什么 但是大家已经觉得说 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其实网路世界 现在变成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澄清 或是说明 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 其实慢慢地沉淀下来 大家也会慢慢地去了解说 这个人到底他本来是 应该是怎么样 或者是他真实的想法是怎么样 而不要被一时的 这种网路言论带风向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是 今天最新消息是高鸿安 为了这个塔律班之歌里面的一个字 他为了那个字 因为他唱出来了 他道歉了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觉得毕竟这个字也不是很优雅 所以他要对这个道歉 我觉得也OK 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只是我觉得这一波下来 你们觉得高鸿安到底是被打击到了 还是赚到了 我觉得是赚到 我也觉得是赚到了 因为高鸿安过去他在国会里头 有一些问证的表现 也蛮亮眼的 所以已经引起大家的瞩目了 那现在经过这一波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 翁达瑞不会是幕后推手吧 是要炒红高鸿安还是怎样 因为老实讲本来这个话题 应该一两天就要消失的 结果因为翁达瑞 他自己本身身分成名 又再加上拍一些无厘头的批判 你知道他已经批判到无聊 去解释人家的文法 已经无聊到这种程度了 结果反而让这个话题持续不醉 已经到现在超过一个礼拜 结果我觉得反而让高鸿安累积了 很多政治声量 所以假设这是绿营的操作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个失败的操作 因为对绿营来讲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国民党很难拉到绿营的票 可是民众党是有可能拉到绿营的票 特别是最近这一年来 大家对疫苗政策的不满 对3加11的不满 很多到最后 他们可能有一些传统支持绿营 他到最后投不下国民党 可能就会选择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的声势开始飙高了 那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 神操作之后 跟高鸿安高 高鸿安高其实就代表郭董 跟柯文哲可能声势又更看长 再加上郭董自己本身 他不管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至少他是真的 拿真金白银几十亿出来 然后也帮大家拿到了疫苗 表示他的行动力 还有他的慷慨捐输 其实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 都会造成一种声势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的篡起 会造成国民党跟民党的隐忧 这是非常可见 是 高鸿安在刚刚发表的 这篇脸书上面 他特别提到说 原本这只是直播中的一个扫花絮 就是他跟朱雪恒在直播中 因为朱雪恒要他说 你要不要在ending前唱一下歌 仅有直播中网友参与 没有想到两周之后 就是他这个直播的 两个礼拜之后 朱雪恒团队 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 把这一段唱歌的画面剪出来 剪成一小时的循环播放版本 上网之后才被大家看到 才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这一次直播中 他一时未查 勿用歌词中的触 触声的触 这个可以讲 单独讲的 这个触是OK的 造成社会不必要的风波 深感抱歉 那高欧安自己还放了一张图 是背对着大家的图这样子 好像感觉在看海 对 不晓得他的意义是什么 只是说这个论战 其实背后的原因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磕跟锅 2024搞不好会合 那这一波可能就是帮他们 引起一个前奏曲 还不错 其实关键为什么高欧委员 他要道歉 其实很多网友 现在都在刷一排就说 为什么要道歉 怎么何必道歉 道歉不就输了 我跟大家讲 高委员就我的了解是 他之所以决定要道歉 你看其实也过了 大概一个多礼拜 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段时间 只要你在网路上 他是大数据专家 他发现网路上讨论他的 都偏向所谓的深蓝的群组了 所以按照他的属性 他如果今天要去选新竹 他是要在蓝跟绿之外的 所谓的第三势力 特别是年轻族群 是他的所谓的优势族群 结果他现在因为这个事件 让他变成所谓的深蓝的 所谓的战神 女战神 他会有点害怕 所以对他来讲第三势力 这有点像柯文哲 常常是我东拉一下蓝 我西拉一下绿 因为蓝绿我都要 我不会去分说 我只吃蓝或只吃绿 所以高委员他道歉的原因 是在这边 他希望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反正你翁达瑞也已经道歉了 我们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做一个结束 他不要再继续 让他的那个声量往深蓝 他希望能够回归到 他如果要继续 如果他要固局 当然如果你要当选的话 你就要拿到最大的选票 就是中间值 那据说这一波操作下来 高宏安的粉丝团 他的这个粉丝量 数量少了八千个 所以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可能要稍微fix一下 稍微要修正一下 谢谢大家 été Where are you all 来 我是 我还要 穿 浅 他 你 我 感谢观看